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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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每个人都能打到一副号牌 敢于出手 才能成为最后的赢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欧盛 欧盛 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一副好牌 要敢赌才能赢啊 想体会欧盛的胜利刺猬吗 想知道Warren王下了赌桌 还是赚的秘诀吗 答案就是齐全 5000名会员口碑响应 中文投资网最新推出齐全101 想投入比股票少的本金 赚的比股票多 您要知道技巧 懂得控制风险 中文投资网首席分析师Warren王 技术分析第一把交椅Jay 10月3号开始 周一到周五天天石盘交易给你看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美股富豪这个节目 今天早上的Andy跟我发微信 说老大你最近跑哪啊 你原来说有两只什么 发财的股票啊 等着你 最近两天呢比较忙 周日就去了费城 我感觉非常有收获 因为Jay老师的徒弟 Judy也在和我一起去听了嘛 然后我觉得里面呢 有一些就是 作为我们专专业的投资人 我觉得就是要进行实地的一个访问 那今年昨天呢 也有朋友骂我 说我忽悠 UVXY NUGT啊 这个 赚钱的时候都不都不说 对对对 说我是忽悠 不要整天出差啊 炒心转转盘 我觉得这市场非常难 我也不得不说 原来呢还好 UVXY跌NUGT涨 现在NUGT UVXY都跌 所以我审 就决定出家了 是的 今天在飞机上看到这个 这个我们也上网了 只看到短信 Jayson老师一会儿 就是UVXY平常直甩 一会儿进一会儿出 我们先来说UVXY 我是这样看的哈 今天呢 我也没进我也没出 如果你看这个图哈 这个60分钟 因为有一个朋友呢 上次说呢 他说老王14块2可以进场 还记得吗 那个叫微信的朋友 是 我也很赞同 因为从这个图形上来看的 的确到了14块2呢 他这个点位呢 就是一个支撑 那么今天如果破 这个14块2呢 那么就应该加仓 结果呢 没加仓 对也没破 也没 也没 你看今天早上就开 这14块2 稍微上了 如果明天 冲过这个14块2呢 这个 就有些看了 对 而且我觉得UVXY 他主要是和纳斯达克走 嗯 今天大盘的话 道琼还是涨 是 但是这个纳斯达克跌 所以UVXY只要破14块2 就可以 但是今天 狡猾的呢 是到14块 不到3毛钱 14块2 毛3 这个回落了 然后又在这里走 是 所以杰森老师呢 今天非常 交纵 交纵 回来要给他订订新丸 是的 我老大几天不在这儿 心里他没有 没有 昨天有朋友骂我 每天都有朋友骂我 但是不得不说 有朋友跟着我们赚钱 嗯 啊我们的这个掌柜 今天说 哎呀王老师 那只股票又涨了好像 Madison man 今天没怎么涨 啊 昨天呢我参加那个峰会 为什么要参加这些峰会 首先我跟大家讲 这些是 呃 一些谁参加了基金 上市公司 啊 我觉得醉翁之翼不在酒 就是说 大家在开峰会的时候呢 公司都会做直播 嗯 讲的那些东西呢 可能在直理行间 呃 都是一些公开信息 嗯 但是 这个 结束以后啊 大家开party 或者平时有一个我们安排一对一的访问 嗯 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是我们这个最最了解上市公司的时候 所以大家很多人抱怨 哎呀没股富豪没赚钱 但是大家其实看看啊 我最近推荐的 诺华 MVFY 1块1毛 涨到了2块2 我们抛掉了 但是最后啊 大家都知道涨到多少 5块2毛啊 那现在这个股票呢 走了这个小圆湖 还在蛮稳定的 嗯 那么炭博士 TNH 我前两天呢 就告诉投资朋友啊 就是 我们是2块钱进的 2块 对 然后涨到3块 好所以呢 我们下面呢 还有几只股票 所以大家呢 永远要朝前看 这个是一个 stark pick the game 那最近呢 就是因为11月8号啊 不仅仅是美国的一个大选 好我给大家看几个大麻的股票 昨天啊 有机会啊 跟大家做了一个直播 然后呢 明天我还会喜欢做直播 周五还要做直播 因为离开了啊 我前两天说 这个大麻类板块 我举几个例子 MJ MA 这是 可能代号 也记不清楚了 有了 你看 这个股票 最近从7分前涨到1毛4 嗯 首先声明一下 老王并不抽大麻啊 呃 我喜欢大麻是因为11月8号 这个行业性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 呃 我们是MD CEO 我们的客户买进的这个价格呢 是在9毛钱和1块2 啊 那么呃 我感觉啊 他的公司的基本面啊 将会有巨大的改变 当然他最终还是会到10块 今天有一个微信的朋友 嗯 我在微信上说啊 这个股票会到10块 然后有一位朋友呢 就这样说 反向指标 哈哈哈 就像贝利猜球一样 说10块钱 他不是10块钱 就是 呃 对不起 应该是mdcl 现在最高已经触碰到4块 呃 所以我觉得你和这个judy呢 是一个最好的组合 就是一个基本面 因为他最高到过5块 是 这种图形来看的话 其实不用 不用去太去 呃 深究 我觉得为什么他会涨到10块 主要是 呃 这个画财太长了 我以后开一个专门投资这个大麻的分会 是 那么还有一个股票呢 是trtc 呃 这个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最近的走势也非常漂亮 当然到这个 啊 明显有压力 这个股票已经很大很大 两千万股成交 比很多所谓的纳斯达克的流通性强很多 还有啊 trtc 它是在加州集中值 dispensary 就是药房 还有technology 集一生的一只股票 嗯 那么还有一只股票呢 你可以看这个股票是从 一毛钱涨到一块四 这个我现在手里有 哈哈哈哈 你买了啊 这个好像图形上 还有昨天去了那个mess road msrt 这个股票呢也是蛮漂亮的啊 慢慢慢慢慢慢 是做social media 最近的量也非常非常大 从五毛钱这个月涨了122% 嗯 所以希望大家呢多多关注啊 多多关注这些股票啊 那么我觉得大麻的一板块有非常好的一个前景 那么如果回过来看整个的大盘呢 却显得啊 就是非常的毫无声器 低点越来越低 高点越来越低 好像低点越来越低 是啊 但是呢你说呢它跌呢 它每次都要今天 又来像一个疯子一样出现了反弹 但是这个点位呢还是在不断的一个回落的过来 一个下行的过程当中 对 我不想to bearish 都不想太负面 呃 还有呢就是nugt啊 昨天呢非常逗 因为我我这边的想补仓你知道吗 14块钱被call走了 这个股票你看今天又到15块 但是这个是一个头肩底 好在这里谈了 今天还有朋友说呢 问问问我 nugt怎么样 我说大概就是现在这个价位吧 大概当时可能是13块 我说这个价位如果能占住的话呢 可能还能还能再谈一谈 再走一走 也不知道这朋友还买没买买 买买买 大家可能对nugt都是有感情 都是有感情 嗯 我觉得有的时候呢 淡然的退出 就是心中不要有太纠结 我觉得现在Jason老师 为了UVXY 上次发下一个狠话要涨到150 以后他就已经天天在交易 我就越做越乱 这个股票不好做 是的 但是呢我们天天做呢 就会有一种感觉 最近强势有点起来了 但是你说他会 很多人都说 哎呀不能拿呀 损耗大呀 还有的人说 这是自杀股 但是真的要他momentum起来 这个到27块也非常快 从这个土形上来看呢 有点有再度抬头的意思 但是上次呢抬了头 就到这个点位 被打下来 对你觉得这次会到19吗 现在有什么 至少好像从这个油价来看 今天来回争持 但是油价 今天 呃 再度 我们如果说 把USO作为油价的话 一直到11.3 就他就是走了一个小双顶 是 好像今天反抽一下 又不行 又被打下来 基本上确立了 要从这个 要跌下去了 好像 呃 目前就看 我估计就看两天吧 呃 再看两天 如果这个位置 不在 嗯 不能够重新的再 站上 11.3 呃 上方的这个 镜线位以上 呃 恐怕就不好了 目前 从日线上看呢 图形把实的还不错 虽然今天呢 有一个向下漏的一个过程 但是呢 呃 图形上还可以修复 但是如果 再维持两天 嗯 再不向上的话 那么总体图形的话 就不好 总体图形 而且短期的话呢 呃 从11块8 一直在下降 一直在下降 这个趋势的话呢 呃 也没有得到一个改改善 所以我想呢 明天后天 对于油来说的话呢 呃 也是一个 呃 是不是能够止低 呃 甚至于在反弹 呃 可能是需要一个方向性的 一个确立 确认的一个过程 嗯 那你还有什么补充 UVXY UGT 呃 呃 黄金的话 我总体还是当成反弹看吧 当成反弹看 大方向 呃 标普的话呢 今天 呃 早盘一度的这个 受到油价的影响哈 然后快速的拉升 呃 差不多30分钟 就拉升了10个点 呃 所以当时的话呢 拉升了10个点之后呢 然后就开始 在2140上方啊 运行了 将近两个小时 一个半小时 然后点位没有没有变化 总要往上冲 总要往上冲 我一看可能 可能是要往上冲了 如果往上冲的话呢 那总体的下降趋势 可能就 就被改变了 然后 当时呢 我一看 苗头不对 呃 就在 就在今天的 今天 就是UVXY还是SMP SMP 就在这个 这个时间 一度上冲 然后一路的很缓的回跌 而这当中呢 在这儿还有一个上攻的动作 还站稳了 我一看这个苗头不对 如果按照这个态势 再继续上攻的话 那整个的这个下降趋势就 完全的被打破了 所以就就止损了 止损之后呢 哎 他就破位了 破位之后 我在这个地方呢 又重新杀回去了 可是杀回去 这个UVXY之后的话呢 标普还在往下走 可是UVXY不长了 不动 不长 但是我看呢 呃 这个盘后之后 又冷静冷静 我要仔细看看盘 我感觉UVXY呢 可能还是有机会 有机会 呃 上次有位朋友 就是上周五 这个UVXY 创出新低14块2毛的时候 他就说 啊老王今天可以买UVXY 我也看了这个图呢 UVXY呢 14块2毛 是他的一个压力 那我就给自己 其实我昨天呢 已经进场了 嗯 我买了13块的 本周的5的到7的一个call 嗯 今天已经赚了1000块钱 当然我亏的比较多 啊 我在等一个报复性的反弹 呃 但是呢 那我就告我大家 因为我早上的飞机 是7点钟的飞机 嗯 在东部我4点钟一看 就14块2 是 我就知道今天非要过14块2 什么都别动 过了14块2再加仓 然后到了14块2上了飞机 我就不看了 我就回头一看哦 13块8毛7 最低的时候 跌到14块5毛8 然后接受老师 噼里啪啦在做 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 过了14块2呢 有行情了 这个行情呢 就意味着 这个UVXY正式回到贵道上 之上 是 那么现在来讲的话 还是比较的蹊跷 对 因为收盘价是14块1毛3啊 那看就看明天 明天市场还是要看这个就是 其实我看那谁Tesla的话又又又又 板住 盘后盘后又蹦了 盘后又那个 但是Zero Hedge是说就改变了一个 一个他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会计制度 所以他的这个业绩呢 比预期的好处六毛九 现在股票不是人做的 哈哈哈哈 全是机器在做 是 不是人做的 我已经远离 我首先跑到散户聚集的大麻市场去 我觉得唯一的青年唯一可圈可点的 啊 所有美股富豪的朋友 真正赚钱的就是我们的那个MD CEO 赚钱 因为他现在也收购了两家 一个是做包装的 比如说大麻种植过来 你要卷成像烟一样 还有一个叫Nutrition 就是营养业 因为他就是植物嘛 嗯 就是你你你你你给他施肥以后或者施他一种营养业 就像人要营养业一样植物也要 它的生长的这个长得会更壮 我以为你说营养业是说大麻种好之后把它做成营养业不抽了 就是在种植当中要有一个营养业 嗯 最近有一个哥们也跟我讲大麻 其实咱们Medicine Man 大家去Stanver参观的话是蛮宏观的 就是一个集体化的种植 体现出美国高科技 不是现在咱们在加州一些华人啊 种植科那种 对在家里后院或者说在在自己的后后院里面 这个屋子里种一些大麻 然后警察巡逻 突然闻到这个大麻味 就是赶快去抓人 是 这种太 太低级了 太低了 所以呢 我们这个是一个集体化 就是说能够保证 这个每个月能产出多少大麻 第二 这个像Colorado在8月份的时候 他们会有一个旱灾 就是太阳不下雨啊 什么的 就每天揪心这些 但是说白了 这个Greenhouse 就是这种仓库式的种植物 或者说科学化的种植 它还是有缺点 它的缺点在于说 它用电太厉害 是的 所以这个很多里面有很多家伙 那么整个的行业正在快速的增长 我还是想大家 有一位老太太她就说 哎呀Warren 你小孩多大了 你干嘛要整天说大麻呀 求你不要说吧 你要整害你的孩子吗 我想这位大姐也各位 如果大家听到这里觉得 老王再说大麻 我只是认为是一个赚钱的机会 第二 我声明我从不输大麻 为什么不抽大麻 我害怕 害怕自己会陷进去 或者说不知道抽了以后 会什么感觉 对我身体也不好 一抽了万一全身发作 就崩崩极了 我也不抽 但是我蛮有兴趣的 因为他看上去全是green的一个东西 另外呢就是说 这是一个四季的机会 因为加州政府你说为什么 你不要整天指责沃润王 你要指责这个加州的州政府 指责你的康体 这些官员 为什么让人家中大麻 是因为他们实在没有钱了 所以是逼良为仓 不要来指责沃润王 我不是自法力的一个人 对吧 那我们现在是把这件事来做 那么如果大家听到这里觉得沃润王 很撒谎 但是我就觉得今年的行情来看 要守住态度才能赚钱 如果真的跟着你我们做市场 哎呦 这个股市也很怪 是的 到底今年就是 到底跌不跌 不跌 也不跌 也不跌 所以也不涨 也很多人做苹果 做推特 做谷歌 做Amazon 也不好做 是的 也没赚什么钱 做Tesla 做Netflix Oh my God 这个我觉得 不是人做的 还是那句话 不是人做的 我觉得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趋势 做起来 非常费力的 对 还不如每天就在外面出差 很多人说 老王你出差不能赚来钱 你要每天待在机器上看着盘 客户才会追着给你钱 我说看盘 越看越死 你说杰老师 杰森老师 我坐在飞机上 每天看你这个电邮 发现机 我把它作为一个欣赏 欣赏你的来回 左边一下 右边一下 这就是操盘 我感觉你要不要做了 我还是那句话 我不做 反而我脑子很清楚 14块2 非要过了 我就操作 不要硬给自己操作 过了 如果不过 就不操作 但是昨天跌到13块2 是可以进了 我进了13块钱 13块的扣 已经涨了很多 六毛七涨到一块 基本上涨了 对 但是这种翻倍很快了 明天如果14块 我原来想走了 哇靠 如果14块 冲过 冲过你再进 一定会逼空 一直打到16 对 甚至19 对 对吧 对 好杰森老师什么补充呢 没有了 下次 你才开峰会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开车 我扎你过去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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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补充了 然后咱们 呃 继续作战 完抗到底 哈哈哈 对 现在大麻有点像以前的 大抗的时代 就是大家 呃 就是 纷纷见网 嗯 啊 想占领这个新兴的市场 因为加州有3800万人口吧 嗯 我们就说3800万人口当中的 五个点 就有 也有一百五十万人 抽大麻 这非常厉害 科罗拉多是非常成功的 州政府就是实在太穷 因为科罗拉多嘛 你看很多地方都是草原啊 野马啊 啊 啊 和我们国内的甘肃省差不多 嗯 啊 那么科罗拉多州实行大麻以后 可以说非常成功 首先他在大麻上的收来的钱 已经超过烟酒 嗯 烟酒总的税收 所以超过了抽烟的 超过了这个酒的 啊 当然有很多瘾君子啊 真的是 是 受毒蛮深的 而且年轻人比较多 但是 呃 我觉得也不是沃人王能够决定的 这件事 我觉得为什么我们政府那么穷呢 如果政府不穷 就就让中国政府不穷 所以谁抽大麻马上抓半年进去 我就觉得大麻的事吧 对于美国和各州来说有一点 嗯 杀鸡取卵的味道 就是说经济实在不行了 咱们 来吧 这个 这个 可是呢 对后面后续的这种管理啊 当然你说从经济的角度上 可能会拉动一些股票 或者是地方经济税收 但是呢 呃 后续如果想让它更安全的运行很难 很难 这种后续的管理在哪抽 什么人能抽 什么人不能抽 然后如何规范化 你这一个地方 一个公司 所有的这个绿色大棚 到底产出了多少大麻 你是不是都卖给了 哦 这个你放心 这个我我知道 这个我参观过 那个咱们投资的dispensary 嗯 非常清楚 每天你有多少盎司产出 都是政府计题 所以现在有一个 类似亚裔的一个科技人士 嗯 他就和政府挂钩 他专门做那种系统 政府电脑一看 就知道今天你这个药房卖了多少 卖给谁的 然后 你今天产出多少 你放这个放心 这个美国 非常impressive 但是很多中国人哈 中国人 真的还是处于一种家庭做法 就是后院 嗯 又不合法 还怕装 合法倒可以 因为每一个后院 你申请一个执照 可以种多少棒的 这种医用大麻 嗯 就可以种 然后拿出去卖 所以很多新移民来了呢 没活干 干这个事 干这个事又快 啊 但是呢 也一定要注意就是说 有的时候人家知道你中大麻 很多人会来偷 对 对 第二呢 这个大麻呢 这个很多 没有银行 嗯 所以人家不讲个笑话吗 种大麻的人最怕洛杉矶大地震 哈哈哈 因为他们的钱呢 都存不到银行去 就是说联邦政府规定 或者银行规定 只要你的手碰到了大麻 比如说开药房的 你是种大麻的 嗯 那么对不起了 银行不能开户全是现金交易 所以这些有钱的人呢 都放 把钱呢 去土里 挖点坑 他没钱 钱放在里面 那被一大地震 这个钱乱掉了 哈哈哈 哈哈哈 所以有个笑话 重新数一遍 哈哈哈 所以是洛杉矶最怕大地震 嗯 一大地震这些 种大麻的人找不到钱了 原来在这个甲 哇 哈哈哈 翻出来了 哈哈哈 下面藏了一百万都不知道 是吧 是是是是是 说笑吗 呃 不过anyway 我觉得现在行业里面 以前有太阳能 以前有新型能源汽车 那现在可以说是 呃 最近最火爆的 可以说是大麻行业 但什么时候买 什么时候抛 啊 这个是有学问的 对 有学问 啊 不过anyway 在这个成本的市场上中 我们去怎么找寻一个 一个赚钱的机会吧 杰森老师 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成本的市场就抽大麻吧 哈哈哈哈 明天我可能不在了 我明天又要去开峰会了 不过是我们在local 周日会回来 那一天的啊 我们呃 呃 我还是 因为我们很多投资人 藏到了天头 哎呦 找了一个三百个的股票 就是涨三倍的股票 我参加这个小盘股峰会 大家谈的不是涨一倍 涨百分之二十 都是涨multi bagger 什么意思呢 都是涨十倍的股票 涨五倍的股票 小盘股 而且很多人呢 研究分析 就喜欢找一些 没有人注意的股票 最好机构没有持股 咱们杰老师 每天要什么基金进来 大家不要把 其实 越是机构进来 越是讨厌 因为这个东西的话 就滞涨了 对 滞涨了 滞涨了 有道理 就是要发现 这个蛮逗的 所以呢 其实老王每天出差呢 也是 也是在 找寻一个赚钱的机会 觉得这个市场太难做了 嗯 你说 这个基本面 你看人民币 最近两天 连这个比特币都飞 对 这个说中国现在在整顿 这个理财市场 哇 啊 那银行里面很多理财啊 也在开始整顿 那这个钱 就可能爆出很多丑闻啊 很多钱都在往外逃 但是美国股市一点都没有 怎么太大的疑惑 啊 钱太多了 Anyway 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没有了老大 咱们就 您尽快的参加峰会 给他们美股富豪 还有VIP会员们 找一些这种 这种品种 然后我再坚守阵地 如果赶上周六周日有峰会的呢 我开车再面过去 哈哈哈 一般老美周六不开峰会 哈哈哈 好谢谢大家 明天再见 拜拜